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3日11点18分NBA台湾德恩记者陈元婷 综合外电报道德罗展在倒数16秒发生致命失误调球 丧颂马次胜利 美联社分享德罗展德马尔德罗萨恩倒数16.9秒代球过半场时发生要命失误 雷纳德卡瓦莱昂纳德超节后轻子灌篮攻进至胜反超2分 暴龙中场就以120比117对马次复仇成功 这场比赛一路经历16次领先互换还有12次平手的激战 其中马次带助3分领先进入决胜第四节 之后替补的林书豪带领暴龙发动反攻 他一口气夺得9分 让球队重新取得比赛主导权 不过马次并未就此束手就擒 德罗展倒数44.9秒助攻贝兰利马科贝尔莱恩利 后者标进关键3分后助队超前2分 接住伊巴卡塞尔和巴卡得到二伐机会 但命中第一球后却没伐进第二球 掌握下篮板的马次眼看情势大好 但德罗展却遭到雷纳德与罗瑞凯尔劳里先后夹击导致失误 雷纳德一条龙推进前场灌篮得分反超 马次虽仍有足够时间布置最后一击 伯坦斯戴维斯伯塔斯勉强出手夺矿而出 新游裁判检释重播画面判定 罗瑞抓下篮板时已经建立合法界内位置 球归暴龙 接住却又马上出现争议之处 那就是暴龙发球进来后 雷纳德疑似回场 裁判却判定马次犯规 他稳稳执行二伐 马次在胜0.2秒下无力回天 雷纳德此一得到全场最高25分 徐亚康帕斯卡尔西卡姆则易住22分 林书豪出赛暴龙替补中最长的19分钟 同时也搅出暴龙替补中最高的11分 马次部分 德罗展贡献23分 八主攻 贝兰利则砍进次高21分 值得一提的是 德罗展今日是去年暑假交易后首度重返多伦多 他也获得满场球迷起立欢呼鼓掌致敬 暴龙球团更在球场大荧幕播放影片 向德罗展过去多年贡献表达感谢 现场气氛相当感人温馨 暴龙向德罗展致敬影片 福尔奥尔古德地梅斯 福尔奥尔夫多纳福尔西斯西地 福尔卡纳达克邮 地址福 DEMAR地址福 德罗萨NPIC.TWITTER.COM 斜杠UFFPPVESW 多伦多拉普斯地址福 RAPTORS地址福 2019年2月23号 德罗展出场或球迷欢呼斯坦丁OF 罗姆克斯特托克斯特PIC.TWITTER.COM 斜杠5GM505FEYU 多伦多拉普斯地址福 RAPTORS地址福 2019年2月23号 分享分享留言列译